11月9号,美国国会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少数台独分子和外国政客的拙劣表演不过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几道杂引,丝毫改变不了全世界180个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牢固格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诗意陆军大校表示,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询,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美台频频搞军事动作有何企图?解放军战备警询发出怎样的信号?敬请关注本期央广军事瑞评。 非常高,专门邀请了美国的议员,坐着美国的军机降落台湾和台湾商讨所谓的事情,这种挟洋自重,把美国的议员,官方的人员,拉到台湾来商谈所谓的装备,或者是他的这种情报,或者是相应的这些协防,谈这些敏感的话题,故意的,就是触动啊, 这个红线,然后呢,试探外界的各种反应,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挟洋自重的行为,在这个时间点,采用这样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外交部,国防部,还有国台办,都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警告, 另外啊,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相关的演习和发布,这个发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战备警巡,我想战备警巡呢,它和以前的这种一般的训练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的训练呢,或者演习,它是有一个想定,这个想定是假设,所以呢,它是带有演练的性质,而现在的战备警巡,或者是战备巡逻,它是时兵时弹的,针对过去的想定,就是出现,侵犯我们国家的领空,领海,或者对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就是用实际的,这些枪,炮,弹,来回应这种挑衅,来进行这种警告,我想这种实际的战备警巡,可能是对分裂分子,或者是分裂势力,以及外部的想干涉中国内政的势力,一种最好的语言,这个他们听得懂,不用做任何的解释,不用做任何的翻译, 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